从15岁开始就接连出演了《仙剑奇侠传》等大制作的电视剧 虽然经常被批判演技和年龄一样略显幼稚 但是这丝毫都不影响神仙姐姐窜红的速度 现在就连唱片夜的巨头索尼音乐都对她垂涎三尺 昨天下午 荣誉飞在妈妈及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汽车来到我们栏目 在一身紫色短衣短裙的衬托下 这个18岁的小姑娘显得清纯而亮丽 梅荣华播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亦菲 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关注我近期在北京台上映的作品 然后多多关注刘亦菲吧 谢谢 则是由自己主演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即将在北京电视台播出 刘亦菲显得有些诧异 是吗 也不知道 就是一直很诧异 为什么拍得还挺好但是没播 作为一个游戏 《仙剑奇侠传》里的逍遥哥哥和赵玲儿的浪漫爱情故事 曾经感动过很多人 而电视剧版《仙剑奇侠传》更是努力将浪漫进行到底 拍的时候其实不浪漫 拍的时候真的没有拍就是张导的戏浪漫 但是播出来之后还好 可能看上去大家好像挺喜欢的 如今的刘亦菲同刚出道时相比 《仙剑奇侠传》《仙剑奇侠传》 而能够成为签约索尼音乐日本总公司的唯一一位中国艺人 对原本很少接触音乐的刘亦菲而言 无疑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我没学过就是就是有音乐感觉 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有有唱功的人 还是就是喜欢为主吧 如此看来对于唱功而言 索尼音乐似乎更看重的是刘亦菲的人气 专辑的风格可能还是要他们顶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那个经验 就只能说我喜欢那种边跳边唱的 但是最后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还是由他们来顶 他们可能希望有静的也有动的 可能会有一些日文歌 英文歌 中文歌都会有 那么进军时下这个新人辈出竞争激烈的歌坛 刘亦菲究竟是凭借着怎样与众不同的音乐歌性呢 我想想看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卡外语 没有 比较那个就是喜欢 能够很动感吧 然后也是可以唱一些英文的歌 还可以我挺喜欢英文歌的 早就听说从小移民美国的刘亦菲 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于是我们的记者决定趁机 对她进行一次随堂测验 Which city do you like? The best? The best? I think New York because I live in Long Island and that's a very quiet place, you know with the bay and stuff and I also like Manhattan, too Thank you Thank you I as well Konnichiwa 我就是说了一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那个请多多关照 然后我是刘亦菲 嗯 其实我最近在行日语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 我就会蹦几个词而已 目前已经开始苦练语言的刘亦菲 正在为进军歌坛做着准备 月底即将远赴日本 进行专业的音乐培训 下个月可能就要去日本培训了 七月底吧 然后半年以后可能一年以内 然后会带给大家我的第一张专辑 就是请大家能够多多关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